诶 品寒 你还好吗 学姐 如果休息一下就好了 大概是最近班太多 但为了要多赚一点钱 只能加班了 唉 辛苦了 可是这样没日没夜加班 很容易把身体操坏耶 除了加班 你有想过要兼职吗 兼职哦 我是有想过呀 但是像我们的专业就是护理 每天工作都像在打仗 又要排班 工作时间又都不固定 好像没有比较合适的兼职 可以选择耶 诶 你有听过保险兼职吗 保险 保险也有兼职吗 不过就算有 我也没有保险证照 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工作又是排班制 时间上很难配合吧 国泰人寿有推出一套 拍高登计划 让保险也能轻松兼职哦 虽然护理人员上班时间长 没什么时间准备考照 排班时间又不固定 但拍高登计划提供的 线上课程时间弹性 可以让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 只要上网就能学习哦 而且呀 如果对于课程内容 保险商品有任何问题的话 还有专业的辅导人员可以询问 非常方便哦 哦 那可是上班时间呢 兼职保险业务员可以弹性出勤 而且可以透过线上点名的方式 就可任务出勤 只要你运用闲暇的时间 参加单位活动 学习 还有招揽保险就行咯 哦 再加上我们本身具备 护理专业知识 对于疾病症状与风险 还有保险条款中的手术 治疗或医材等内容 更容易理解 从专业角度出发 提供保障建议给需要保险的人 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说 其实帮助很大哦 结合自身专业 又可以多学一项保险专业 不是很轻松吗 与其花大量时间用肝换取加班费 我觉得啊 倒不如用保险专业兼职 替自己赚取第二份收入 增加财富的同时 又可以兼顾生活品质哦 哇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的护理专业 可以和保险知识结合耶 而且又可以替自己 额外增加兼职的收入 当初本着助人的精神 我选择护理师的职业 现在有兼职机会 我当然也要选择 提升自己也帮助他人的 不太人寿 请洽询身边的不太人寿业务人员 或上网搜寻 开高端计划了解更多